说心里话 以前 航天员 这三个字 对我来说 既以神圣 又遥远 我也曾经梦想着 有一天 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 当到太空去 2018年 当得知我国 要选拔手批赛格专家 我就毫不犹豫地 报道你 入队以后 我感受到了 航天员队伍的 可亲可爱 过去 今天在报道中 看到的各位英雄 成了我们 训练场上的师傅 运动场上的队友 生活中的朋友 任务中的 仗友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远远超过了家人 在我们庞天员大队的门口 有一位特殊而神圣的哨兵 不管白天黑夜 不管花风下雨 他都处理在那里 他就是 主力高于一切 这八个大字 两年多以来 他每天 送我们去训练 又迎我们 归队 他和我们一起 四次 送战友出征 三次 迎战友凯旋 在潜移默化中 我发现 他 也成了我心中的哨兵 我更发现 他 原来是 每一名 中国航天员 心中的哨兵 时刻激励着我们 刻苦训练 为祖国的在潜移默化中 这些事业 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谢谢